哈喽大家好我是某某无线 我那是一个小主机爱好者 所以呢可以看到我手里边又收集了两台的小主机啊 这是一个ITX主板 然后这个小主机呢 看起来跟英特尔的NUC长得非常像 不过它不是英特尔的NUC 它只是一个仿制品啊 但是仿的我觉得还挺像的 然后这台小主机呢 CPU比较差 这个ITX主板呢 CPU呢相对比较好一点啊 我来给大家看一下他们分别什么配置 先来看这台小主机啊 开机 可以看到这台小主机的CPU呢 是赛阳的2980U啊 这个CPU相对比较差一点 这个2980U的CPU呢 性能水平大概就跟G1900的性能差不太多啊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ITX的主板啊 可以看到这个ITX主板的CPU呢 是I5的4300U啊 这个CPU的性能呢 大概相当于刚才那个小主机性能的230% 有的网友呢 可能会对这个数据抱怀疑的态度啊 我来给大家详细的计算一下 看我这个电脑屏幕的右上角啊 这是有两个CPU的得分还有排名啊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 可以看到 它们的比值呢 就是2.36 大概就是236%啊 所以呢 现在的情况是 这个小主板的性能比较强 但是呢 它的体积太大了 可以看到有这么大体积 然后这个小主机呢 颜值非常的高啊 但是呢 它的性能又太挫了 所以说有没有一种把两者的优点结合在一起的办法呢 我就想能不能把它们的CPU给互相换一下 这样的话 这个小主机的性能跟颜值就可以完美的结合在一起了 好的 说干就干 我先把这个上面的散热片给它拆下来啊 OK 可以看到这就是这个4300U的CPU啊 先把它放一边 接下来呢 我来拆这个小主机 OK 可以看到这个小主机呢 是一个铝合金的外壳 然后里面的话 这上面还是一个 类似笔记本的那种CPU啊 螺丝呢 已经拆掉了 为啥拆不下来呢 我看看 原来是我拆错了 这个 它是背面有三颗螺丝在固定的 刚才那三颗螺丝其实只是固定风扇的 这要分开放 像这种小主机的拆线 首先呢 要把手上的静电释放干净 其次呢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谨慎 一定不要莽撞 莽撞的话 刚才如果有蛮力掰的话 肯定是把这个要么把CPU给压碎了 要么把其他地方给弄坏了 真的是非常的危险啊 OK 好了现在呢已经把这个散热器给拆掉了哈 这个就是板上面的这个CPU哈 接下来呢 我就先把这个CPU拆掉啊 OK 接下来呢 让我把CPU简单的清理一下 好了 好了 现在呢 让我花点时间给这个CPU支一下球啊 好了 好了 现在呢 CPU呢 我已经治好球了 准备把这个主板上面的CPU拆掉 然后把这个换上去 OK 花了点时间 花了点时间 我已经把这个板上面清理干净了 然后呢 CPU呢 已经准备好了 现在呢 准备把CPU给它焊上去哈 好了 现在呢 准备把它焊上去了 好了 现在呢已经焊好了 等它冷却一下 我们来通电看一下 机器呢 我现在已经装好了 成效如何呢 我们现在来开机看一下 可以看到成功搞定 现在呢 CPU已经变成了i5-4300U 在这个任务管理器里面呢 也可以看到这个CPU的最大速度是2.57G 它是可以锐频的 好了 那么本期的视频呢 就拍摄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 欢迎大家点赞 并关注这样的话 就不会错过那每期视频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